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好像一事无成 一无是处 当我阅读完原子习惯这本书 我才发现自己往往过度高估完成事情的能力 并且沉浸在明天一定会完成手边事情的幻想中 实际上 当小事情累积到不可负荷的时候 人很容易选择放弃的 每一次的放弃 对自己都是否定 时间久了 次数多了 就容易产生负面的想法 然而 成功实际上都需要靠着每天的累积 于是我开始删减不需要的活动 找寻自己喜爱的事物 希望能再度找回自己的热情 原子习惯 这本书带我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里程碑 或者我们用马拉松来打个比方 在很多人眼中 一场马拉松的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实际上 除了每日不断的训练 持续地不断迈出那一步 就能够完成42公里的马拉松赛事 每一个成功 都是靠着累积那些毫不起眼的进步 原子习惯 听起来好像是一本科普的书 然而 实际上这是一本结合生物学 心理学 以及神经科学 还有作者亲身实践的经验 创造简单 易懂 容易执行的行为改变方法 这本书 由美国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所著作 他从四岁起就开始参加棒球队 在高中二年级那一年 在一场球赛中 他被球棒打到 整个颅骨变形 两个眼窝骨折凹陷 后来在治疗的过程中 他开始出现点险 势力问题 导致他从小到大培养的棒球技能 显得一无是处 接下来 好几年的棒球生涯都做能板凳 这使得他信心全无 上大学后 他知道 他在短期之内 没有办法再回到球场 担任先发球员 与其数无成 持续坐能板凳 不如先让生活中心回到正轨 完成现阶段可以做的事 比如 每天早睡早起 整理房间 找时间阅读 每个礼拜进行重量训练 用小事逐步找回自己的信心 持续一段时间后 他的睡眠 读书以及重量训练习惯 都有明显的提升 他的努力 终于在大学四年级开花结果 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ESPN 每年都会针对高中 大学具有潜力的棒球 篮球球员进行挑选 詹姆斯克利尔就在这时 入选了ESPN 全美运动明星 阵容选拔 而这项殊荣 整个美国 只有33个人获得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一件事 那些看起来 微不足道的进步 就像是我们把钱 存在银行里 利息用负利去计算 只要时间累积 就会滚出丰厚的获利 书中也提到 如果每天进步1% 你知道 一年之后 你会进步多少倍吗 答案是 37倍 怎么计算的呢 是用1.01的365次方 一年后 就会进步到将近37倍 而如果我们每天退步1% 一年之后 你知道你会退步多少吗 每天退步1% 就是0.99的365次方 结果会是0.03 也就是我们会弱化到 趋近于零 几乎失去原有的能力 当我们发现自己 需要建立一些好习惯 但为什么 迟迟没动手去做 书中告诉我们 要养成习惯 首先我们要问自己 我想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种 自我认同的对话方式 举例来说 现在有两个 想戒烟的人 有人请客递出香烟给他 第一个人说 不用了 谢谢 我正在戒烟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 合理的答案 但他心中仍然认为 自己是一个吸烟的人 只是在试着戒烟 他带着相同的信念 却希望自己的行为会改变 第二个人拒绝 他说 不用了 谢谢 我不抽烟 这当中的对话 差别虽小 这个说法却传达出 身份认同的转变 吸烟对他来说 已经成为过去事 和他现在的生活无关 这个人 已经不把自己 当成一个会吸烟的人 想当初 因为经常熬夜追剧 饮食习惯很随便 身体健康亮起红灯 加上没有好好照顾牙齿 导致牙齿严重受损后 医生建议我拔除 并且质押 长期对于健康的忽视 我的骨质密度比较脆弱 原本一般人 只需要半年的治疗过程 我的质押 却整整耗费两年 直到第三次才成功 两次的失败经验 时间耗费很长 过程很痛苦 我才惊觉到 要重视自己的健康 于是我采用 书中自我认同的方法 告诉自己说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开始每天11点以前 我就会上床睡觉 三餐吃青菜水果五股杂粮 每天运动30分钟 持续两年后 我的体脂肪 从30%降到12% 同时 我也取得 美国运动体势能协会的 教官资格 养成早睡早起 均衡饮食 健身运动的好习惯 想跟大家分享 书中提到 建立习惯很好的方法 总共有四个步骤 分别是 提示 渴望 回应 奖赏 第一个步骤是 提示 提示指的是 我们的大脑 期待令人快乐的结果 因此要看到 听到 感觉到身旁 可能让我们获得奖赏的事物 第二个步骤是 渴望 渴望指的是 心理的感受 并且促使 自己改变的动机 这个动机 有可能是追求快乐 也有可能是为了 逃离痛苦 第三个步骤是 回应 回应指的是 行动 每个行动都要设定目标 然而 目标设定 必须要容易做到 而不是难以达成 不然会容易有挫败感 第四个步骤是 奖赏 奖赏指的是 立即满足的奖励 因为令人满足的结果 才会有持续的行动 举例来说 我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养成运动的习惯 运用这四个步骤 首先我会把运动鞋 放在我每次回家 能够第一眼看到的地方 这是我给大脑的提示 当我拿起运动鞋 穿上后 这时心里会油然而生 一股律动的感觉 这是我迈向健康的动力 也就是渴望改变的动机 下一步回应 就是到达健身房 参加适合自己的有氧课程 不用勉强自己 挑战那些 无法附和高难度课程 最后的奖赏 就是享受到 运动后身体挥汗的畅快感 这时 再为自己准备一杯 喜欢的蛋白质饮品 大脑就会记得 获得奖赏的快乐感觉 因为一次运动完 你不会马上变成肌肉猛男 身体变健康 不会马上看见 所以要为自己准备 立即的奖赏 与当下的行为 产生紧密的连结 这样的行为 才容易持续 进而建立习惯 因此 习惯养成需要有 启动大脑行为的提示 让我们继续前进的渴望 每次行为的回应 要设定合适的目标 最后是给自己立即可见的奖赏 形成周而复始的回路 习惯就能够慢慢地建立 我是个热爱运动的人 我也持续运动这四个步骤 建立大大小小的习惯 而我现在已经是 Alpha重量训练教官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 在时间累积后 都会带来巨大的成功 我是Cooper 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留言与我参与讨论 Mondaybook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